一身灰色西裝搭配招牌 以後偷戴著電子腳樓 發發會關主前郭哲銘 二號下午再度出庭議訊 小弟張旭生 則是比郭哲銘晚五分鐘 面對記者提問不發抑鬱 因為這次要傳喚他的前助理 小毛主庭作證 要釐清郭哲銘公司的經流關係 根據小毛口供指出 張旭生要求他辦理帳戶 作為收費款戶頭 檢方還發現他長期與微登公司 有金錢往來 雙方轉賬超過兩億元 不過小毛表示 不曉得這些錢的來源 或是用途只是聽命行事 把責任全都推給張旭生 第一次自由之聲出庭 幹像怎麼樣 據郭哲銘上一次出庭 也提到因為電子腳樓續航力不足 他經常睡到一半沒電 就被打電話確認行蹤 相當困擾 但其實檢方對於他的交保頗有為辭 因此上個月26號已經提出抗告 認為郭哲銘有潛逃先例 應該繼續續壓 不過真的要交保必須提高 交保金到兩億元 另外共分張旭生 也必須一起配戴電子腳樓 不過目前高院裁定結果 尚未出爐能否抗告成功 備受關注 近新聞張錦涵、張姓志、呂依林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 完全忘記錦涵、交形 還忘記錦涵 commencing